师父说的那些佛陀故事 向佛要钱 佛陀带领众比丘弟子 向善信居士大德起实 一行人威夷严整 众人无不投以亲仰赞赏的目光 然而才刚刚转入一条小巷 情势马上有了戏剧性的变化 此路不通 一名其貌不扬的婆罗门伸出手指 在沙地上画出一条凹陷 瞪大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佛陀 你交出五百两金子才许通过 佛陀一行人安静地站立于巷口 在烈日下没有人移动半步 这件意外的插曲 惊动了平沙国王和波斯尼王 纷纷带来其宝针丸 想替佛陀解围 不要我不收 佛陀佛罗门非常固扬 没有谁了解他究竟葫芦里卖些什么药 终于须达长者闻讯赶来 带着好几车金子 先生请笑纳 让尊贵的佛陀通过好吗 须达长者小心翼翼地 指着准备好的五百两金子 陪着笑脸 如果是你的话就姑且收下吧 葫芦门点了点头 结果金子满意地走了 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事情 世尊 是什么姻缘造就今天这场遮难呢 众比丘松了口气 一起向佛陀请教世界的本末 佛陀笑了 过去无量事以前 有一个国家名叫波罗 波罗国的大臣有个儿子 赌输了五百两金子 仗着权势而不肯偿还 当时刚好波罗国太子路过 见二人僵持不下 就对赌徒承诺 假如大臣的儿子不偿还赌债 我代替他还 从此以后 无量事中 赌徒常常向我索债 当时的太子 就是我的前世 而大臣的儿子 就是须达长者 赌徒不是别人 正是党路索金党 婆罗门哪 所以 凡是负债的人 不可以不偿还 否则 纵使修行成佛 依然不托此难 家时百千节 所作业不亡 因缘惠玉时 果报还自受 此生所有一切 都是前世的因缘 修行不离因果 如是因 如是果 一切果报 皆自作自受 无人可替代 了解此理 更要在 因地上戒肾 断恶行善